各位幫友 大家好 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頻道頻道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卑斯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和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 今節我就講一講 我以前的其中一個老闆 就是宇綿孔 新東方的創辦人 大家知道了 現在他真的過得不是那麼好 所以今節我就講一講他現在 我想他的時候時代 就是一個不錯的時光 都是漸漸遠去的了 所以我也講一下他一些事情 以及自己的一些 以前見到他的一些感受 其實我覺得到今天為止 余敏雄和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 其實就慢慢地誓他了 新東方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一家英語培訓公司 沒有記載的話 總部就在北京市海電區 他也是 以前我覺得新東方如果教到書的人 早期而已 現在不知道 早期的人都是給別人一種精英的感覺 我當然小弟也是感受過這個精英的感覺 我就不講自己是精英的 那說回其實呢 今天呢 新東方老闆余敏和鬧宇 其實呢 共同經歷的不單是 這個叫做 培訓機構的 雪崩和哭一 其實呢 可能都是這個時代的震痛 我覺得 可以了 說回來 7月23日的時候 新東方的港股就暴跌 百分之六十一 二十六號呢 繼續暴跌 暴跌是百分之四十點二 整個輿論呢 都一邊倒這樣 看 看 這樣說吧 即是把新東方看得很淡很淡很淡 那麼 新價和市值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都不需要討論的了 余敏鴻先生和新東方這批創業者呢 近三十年的心血呢 其實我也有點心酸 因為曾經 在這間公司效力過 可以說 一朝歸零 而且 前景呢 幾乎看不到一些光線 我覺得 那些舊同事也說 現在余敏鴻其實呢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自信的人 什麽他都 很樂觀的 那也都 有人說他 那些舊同事也說他 唉 散言類似 散言類似 這個場景呢 都可以想像的 但是呢 估計呢 就不是那種 很靜靜地在哭 可能是 大哭 那些朋友呢 就告訴我呢 這段時間呢 其實呢 對於余敏鴻來說呢 算是 基本上沒有一覺睡得好的 當然啦 是 也是精神彷彿啦 以前 我記得呢 我同事就說他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他是一個具有世界級 擴打擊力量能力的人 就是擴打智能力的人 就是擴打智能力的人 就是被人 叫做 攻擊啊 攻打啊 其實 或者一些不好的事情呢 他都可以拆得碰 但是這次呢 好像都 嗯 應該有些難度了 嚴格來說 我跟袁敏鴻不是很熟 他都可能不記得我哪個 因為太多老師了 那麼呢 我之前也都說過 新東方裡面有些貓尼 就是有些 有些 不敢說 很差 但是呢 他總有一些位 其實呢 是 對於教學來說 是有些取巧的 雖然我不敢說自己是 新東方的辯護人 但是此時此刻呢 面對鱗魚 其實呢 他都是做了二十幾年的 叫做教育事業 有些人就說他是資本家 Anyway不要緊 不過 他給人感覺 都是很親切的 雖然我效力的時間不長 但是呢 我都覺得呢 有些少少苦楚 喻 余敏紅不單止是 很多中國內地八十後的幾億 一位難以忘記的老師 其實呢 有些七十後 九十後 甚至是零零後 都會 情不自禁地 將新東方和那個 他們覺得 一個叫做 幾 傳奇的人物 很多人覺得他是傳奇 我最記得他說 他一句話叫什麼 從絕望中選擇 希望的大山 是嗎 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大山 沒有記錯的話 那麼 現在老爺呢 很文青的感覺 是啊 其實他都很文青的感覺 不過他也是一個企業家 其實他不單止是名人 生意人 其實也有很多大學生 球學上面的 叫做 有人都學習他 其實我想一下 最早對余敏雄的認識 我剛剛到中國 去北戴讀書的時候 就是知道他 在北戴讀書的時候 實際上我對他沒有什麼好感的 因為每次 我的朋友說 哎呀 這間小弟是學中文的 他說 你這些 從西方英語國家來的 要不要上課他的課 看看他怎麼教書 因為我當時都說 可能我也會去 留在中國內地教英文 我就看看他的課程 因為他有些是免費試課的 其實呢 我看到總有些人 有意無意地 貶低他 嘲笑他 也有人編很多故事來笑他 比如說他有口音 Anyway 這也不要緊 這些人其實 很多都是幫余敏雄打工的 雖然他旗下有些老師 對他很不爽 但是 或者是經常嘲笑他 但是余敏雄都 這件事好 不算好記仇 作為老闆來說 所以其實余敏雄 在我們很多老師心目中 算是挺寬容的 還是那些賺了錢 算是賺了錢 但是有些人都挺臭寸的 其實他表現出來 就不算很臭寸的 算是感覺 我感覺 個人感覺 你不要說我 什麼 我個人感覺 覺得他算是豁達的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是的 是的 其實余敏雄和他創立的《新東方》 也是為很多 我記得有個學生跟我說 我是個小人物來的 不過聽到他的故事 那我就看看如何 上這些課程 其實 他就有件事令人著迷的 就是 總能讓人希望 就是小人物 努力 當然你要上課 就可以打開另一線門 所以其實 新東方很早已經是 在內地的培訓機構當中 是一面其次 也有很多年輕人 是想去看一看怎樣的 其實當時我認識的學生當中 有幾種人 第一種就是想去外國繼續讀書 但是家境一般搬 這些學生 專業可能就是理科 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等的理科 因為當初中國在一些領域不算發達 在國內 也有些學科 你要繼續深入學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只能去到外國深層 尤其是去美國 也有些是對金融、藝術 這些學科感興趣的人 也希望在外國見一見這個世界 當然很多人都是韓門善子 無論是北大還是清華 因為我以前讀北大 其實有很多北大和清華的畢業生 他們未必有錢可以自費到外國留學 所以只能不斷地 嘗試去申請一些歐美大學的獎學金 你申請獎學金當然要一份量例的英文成績 其實我印象中 我有一個學生 其實他是清華物理系畢業的 把工的同時 他就在新東方讀書 因為他說很想有一天出國 看一看這個世界感 他就說自己家裡很窮 來自陝西 當然是英雄莫問出處 最後他也是透過自己的努力 考這個學服 考得不錯 也是因為清華 其實在清華北大 申請一間美國頂尖的學校 是不難的 當時 我要說明當時 除了一些這樣的學生之外 當然也有些是 老師也有 因為其實新東方以前 都有很多老師 是想試一試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但是有些老師是想學好英文 之後為自己的職業發展 謀求一條出路 當然這些老師都是有一些財力的 但是不算很有錢 不過他們也希望通過新東方的學習 可以考取一些資格證 之後就可以闖出自己一片天空 其實每個人都是 提起新東方 想出一個夢 是 沒錯 對 你說得對 所以其實 吶宇 余敏雄 這件事是厲害的 就是 叫做 幫人家職夢 或者是 你可以說有些時候 他講得大了 但是 事實上 他的確確 他是可以令到人 忘記了自己的一些劣勢 去衝 去闖 這個是他的 一方面的好事 當然 有些人就 說他就是 大資本家 扭錢 你說他有沒有 扭錢 大家評論 其實應該都有的 真心地說 不會說我效力過 新東方 我就說他什麼好事 如果我覺得他是這樣 我就是這樣 另外第三類人 是什麼呢 就是 一些年紀大一點 但是這類人 往往 他們 就是為了 因為在國內 可能發展得 不如意 也都希望 通過一些學習 去衝破自己的一些枷鎖 無論去外國 或者去內地 找一份好一點的工作 都是想的 因為以前 據我所知 有一些外企 是需要一份雅思的成績 即IOS的成績 才可以是 得到一些面試的機會 因為要證明你的英文水平 當然了 內地也有 大學四級大學 四六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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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因為雅思成績 就比較貼近 雖然都不是很貼近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資格師 雅思成績就比較貼近 一些外國的動勢 即裡面的內容 內容 因為比較生活一些 那另外呢 其實余敏銅 屬於是 叫做 一個叫做 割韭菜的人 那我就 因為我就 效力的時間不長 但是呢 很難說 那當然了 現在國家 有這樣的政策 可能都看到 一些培訓機構有這樣的現象 是吧 現在就是這樣說 現在他的時代 無論如何都好 你喜歡他 不喜歡他都好 他的時代都過去了 我覺得就是 新的時代會來 但是想不到來得這麼急速 我覺得 我是想不到 我真是說 真是 一點先兆都沒有 一點先兆都沒有 我想不到 其實 我也跟很多的網友說過 我其實呢 之前 我的想法 是真的都想著 中國內地開培訓機構 那 哇 都算是收拾新菜 這樣說 我明白的 每個國家有他的政策的考慮 我也不會說 這個國家怎樣怎樣 因為他們有他們政策的考慮 那 有些人都說 新東方 都不是走投無路的 歷史性的機遇 其實呢 都會有的 所以呢 可以看一看 看看袁敏雄能否拆到 但是暫時來說 我覺得他就拆不到 因為自己做了幾十年的事情 那 是不是說 一朝一夕 或者三幾天就想到解決方法呢 那 我就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只可以抓他好運 那 舊的新東方 就是我所效力的新東方 大概就已經是過去了 余敏雄的神話呢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只可以這樣說 那當然 這個世界呢 是不缺乏傳奇人物的 一個人走的話 人來人往 有人來 有人走 那世界就是這樣 是不是 好了 那麼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